不过说到吃辣很多人可能不太敢吃辣 每次一吃辣就觉得 好辣好辣怎么办要配饭来吃 但是您看过只卖白饭的店家吗 在南投真有这样的店 想点菜色他们没提供其他的选择 唯一的商品就是白饭 那么由于传统真主出来的白饭特别的香Q好吃 每天可以卖出好几百台金 而没想到他们光靠卖白饭也能够闯出名声 等一下啊 30块 我给你30块了吧 顾客们排唇一排不是为了抢买高价美食 而是为了这香喷喷热腾腾刚出炉的香Q白饭 这饭口比一般的饭口有五十味 真好吃 你没看错 最佳小摊位不卖别的就光卖白饭就能够大发力士 而好吃的秘捷全在老板蒸煮的过程 把白米倒进特制的压力蒸锅 经过长期蒸煮热气不断的往外貌 蒸煮过程中还得不时翻开锅盖撒上冷水 用铲子来回搅拌 这就是3Q的关键 放水也要注意 才不会太难 要好吃还有追招 把白饭放进了山木桶里头 饭力结合热气传达出木头香 这样子的传统做法一卖就是四十年 每天卖上了上百斤 只卖白饭的饭店反而创造出了商机 中文新闻周大响南投报导